當一個局長 當一個文化基金會的執行長 常務董事 你要安全下樁 全身而退 跟擋人財路 當然跟你的印章有關 你銀子翻下去 要翻叫不翻 才會有辦法全身而退 跟擋人財路有關 所以他為什麼在他的臉書 PO那一張他離子的照片的時候 左下角有三個印章 他就暗示那三個印章 因為他不擋擋人的財路 因為他不擋所以他安全下樁 這是他要表達的這個重點就在這裡 好 所以這樣的情況之下 這個康明兄 你要注意 因為接下來這個安安會去找你 因為安安上次有去找那個小兔 他是不是去的家裡電營 他幾個家裡都不會開 康明兄你趕快把你家電營那個線拔掉 不然他會一直都... 第二 你不能把他動作這幾台車 如果最近有人出現在你家附近 你不明車輛 那也有可能是安安的車 為什麼 因為他是私人行程 要去找你也是私人行程 你不要緊你帶Alpha而已 他很多車的 所以這種要出現的時候都要小心 不然他蓋在那時 還給你變一些有的沒有的 你也去用土下水 私俗庭說謊 他現在只填自己的對不對 因為他去年選立委的時候 他就申報過了 選議員的時候他就申報過了 不然我怎麼會知道他有 他跟他先生總共有六間房子 一堆房地產 上面都有他老公的名字 顏市長的名字 有房地產的這一個 有些是顏市長的 有些是私俗庭的 他要選舉的時候就有申報了 這次怎麼又不申報了 好 因為他現在是發言人 不用申報對不對 抱歉 你默默要做處長 你做處長你就一定要申報了 然後你上次選議員的時候 你沒有申報你老公投資的金額 你上面算議員 你也不會申請這台Infinity 你當議員的時候 你只有申請VMW一台 還有一台好像是這個Toyota 好像Toyota就這兩台 沒有這台Infinity 可能最近才買 先買 不過你最近就要申報了 好 那我回頭來講這個錢坎明 錢坎明 我先來問 我先跟妳說好了 錢坎明呢 他的臉書我們都沒辦法加 因為他只能加好友 好 所以蔡立青有加錢坎明 然後就跟他講 祝你夜夜好夢 生日快樂 錢坎明在他的臉書 曾經出現過幾個字 叫做安全下裝全身而退 黨人財入 好 當一個局長 當一個文化基金會的執行長 常務董事 你要安全下裝全身而退 跟黨人財入 當然跟你的印章有關 你鷹子彈下去 要彈招不彈 才會有辦法全身而退 跟黨人財入有關 所以他為什麼在他的臉書 PO那一張他要離職的照片的時候 左下角有三個印章 他就要暗示那三個印章 因為他沒中 擋了人的財入 因為他沒中 所以他安全下裝 這是他要表達的這一個重點就在這裡 好 所以這樣的情況之下 這個康明兄啊 你要注意 因為接下來 這個安安會去找你 因為安安上次有去找那個小兔 他是不是去的家裡電營 都沒開到嗎 康明兄你趕快把你家電營 那個線拔掉 要不然他會一直都 第二 你不能把他動作這幾台車 如果最近有人出現在你家附近 不明車輛 那也有可能是安安的車 為什麼 因為他是私人行程 要去找你也私人行程 你不能把你帶Alpha而已 他很多車的 所以這種要出現的時候 都要小心 不然他蓋在那時候 還給你賓一些有的 你也去用土下水 好 我想問一下楊議員 這台車是私俗庭 你說有接送高市長 他說沒有 對 你為什麼這樣說 他提子 其實第一次踢爆 有四部私家車的時候 其中這Iffinity就在裡面 那車主就是私俗庭 那當時他還沒有被高升 為這個民政處長 還是那個市府的發言人 市府的秘書 那他出來第一次受訪的時候 他就說市府秘書以非公務車 陪市長跑行程 是沒有什麼不妥的 那不就是間接的證實說 他確實是有提供私家車 他先說你的踢爆又沒不妥 後來又說 然後他又說 這車不是 他沒有提供給他 那我想那你到底前後 自己在說法前後不移 對 所以他們真的是 好 所以這件事情 他自己就出現了矛盾點 另外第二個我想請教你 大家眼睛睜睜睜看 高鴻安提前回來 他去城市做聯航 他回城市做商務艙 他為什麼要提前回來 因為九月八號 他是為了掃錢康明 到底是哪一條事情 黨人才入 還有你踢爆的這個 他說他住在新竹東區一個十五年的大樓 大家都知道啊 你跟他不熟 所以你不知道對不對 沒錯 但是我覺得這個真的是住戶 自己也看不下去了 因為昨天他高鴻安市長他自己出來回應的時候 他是說他並不是常常住在這裡 他是偶爾去他男性有人的家 就是去這個回建築 偶爾去住 可是住戶他就是深夜給了我一封這個簡訊 那他說議員你好 身為回建築的住戶 知道高鴻安市長大約在今年二月份搬進來 然後他就很清楚地寫說是哪個樓城 那他這又附上這個時下登錄 你可以看到說這個今年一月份有一戶賣出去 其實這個就是所謂自然人的擁有的那一戶在今年一月就買了 那二月份搬進去 那這個代表說什麼 這會不會有可能是他選舉完之後 然後這個自然人可能是為了要租給他們 讓他們可以提供他們居住 所以去買了這個 那提供給他們 那現在的重點關鍵在於說 這房子是二月買的 這房子一月買的 而且這個契約很特別 住戀契約書他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打的 他其實這個我也跟那個在地的媒體 也有在就是其他的同仁 也有在確認過 沒有人看過這一份契約書 他是租賃契約書什麼時候打的 租期是從什麼時候開始 沒有人知道 他把遮住 直接遮住 但是自然人是二月才買的房子 一月份買的 一月份 你繼續回來 剛剛這個民眾的踢爆 住戶看不下去 因為高鴻安說 他就明明住逐東 住東區 他很少去男朋友那邊偶爾去一下 這樣是不行嗎 結果當地住戶 戶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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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說呢 其實這個高鴻安跟這個 他的男性 有人是常態性的 從二月份就一直住在這裡 那他這邊還有特別提到說 這戶就是他們都很低調 所以他們通常看到電梯 有人就會躲回房子裡面 然後他們的出入會是透過這個貨梯 出入用貨梯 堂堂高市長 匪陶匪出入做貨梯 所以其實有 你是下垮的 所以這個我也覺得生活要過成這樣 其實蠻辛苦的 你知道要到處房地 沒錯 然後其實這個我覺得住戶 他們也是真的是很協助我 因為現在的很多 比方說他們民眾黨團的議員 就是為了要護航 然後說我翻車造謠 那住戶自己出來 那邊的住戶自己出來 證實這件事情 那他們希望說不要 希望我不會被這些假訊息給誤導 所以這個是這邊的住戶 證實說高鴻安跟他的男性有人 就是長期從二月份就一直住在這個地方 而且出入都用貨梯 可能都用貨梯 或是說遇到人的時候 就用報紙遮遮掩掩掩的 那我覺得那你既然住在那裡你就大方嘛 而且他當時候昨天從日本回來的時候 他大可直接跟媒體回應說 我就是偶爾去啊 可是他也不敢 他異常的安靜 那這份契約書到底是什麼時候寫的 我也蠻好奇 蠻質疑的 好 這個契約書剛剛講 都沒人看過 契約書普通就沒什麼在看 你怎麼強調說沒人看過 應該是這麼說 因為他公開這份契約的內容 沒有任何的媒體或是任何的市府同仁 有看過這份契約書 男朋友打的約是送的 但是你總要有原文 讓第三方 跟這第三方看吧 他這個等於是他自己都先把他mark起來 再給別 再給社會大眾 我就跟李正浩說是這幾天打的 因為他就不信 來 你剖析一下這個契約書 我跟你講 你就不信 這個契約書 沒有人契約書寫 括號一間套房的 契約書太詭異了 這契約書詭異的點在哪裡 我先跟大家講一下這個契約書 昨天有人說這個印 早上看起來很像剛剛蓋上去的 是不是 你還一直跟我說早就打好了 但是我一樣是 我像是走人性本善的 我認為早就有契約書 可是幾件事很詭異 你為什麼要把起租日 把馬賽克起來 超怪的 民國一百一十二年 哪一個月起租你為什麼要馬 這根本不是個資 馬這件事情原因是什麼 因為剛提一報 他這個實價登錄 那一戶的實價登錄什麼時候出售的 寫得很清楚 他在今年的一月出售的 那現在是有 高大市長什麼時候凱旋到新竹市住 去年12月底嘛 當選 對不對 你看他這個實價登錄這一戶 如果 112年1月嘛 住戶 剛住戶爆料說高雲玩幾月住在這邊 2月就有看到嘛 那1月搞不好就住了 直接做貨題還沒被發現嘛 對不對 出路久了就會被發現嘛 對不對 他擔心什麼 第一個 你去馬那種李中庭陳租人 我最近覺得很怪喔 你自己公開講是李中庭租的嘛 沒有 他說他男友租的 男友租的 有兩個男友 所以說男友租的李中庭 你講話要精準一點 他只有講男友 沒有講李中庭 這個超怪的 好 那我就 我一樣人性本善 我就認為是李中庭 好不好 為什麼說 覺得李中庭叫做人性本善 不是 因為我不希望 李中庭被劈腿 身為男生 好 不能這樣 那我意思說 第一個 你馬騎出的就是 因為這一戶就是一月成交 如果你一月入住的話 那這個人買房子買辛酸的 買給你高環租一間套房 這第一件事情 第二就是你 因為不要被勾基比對到這一戶 對不對 這一戶的成交價也很怪 你仔細看 所有的房子在這一排 大概成交價一坪 大概都37萬左右 這一戶特貴 這一戶一坪的成交價是42 2萬 哇 多5萬的一坪 對 你看 除了這個31萬是比較誇張的 你看37.2 37.1 37.1 他的這戶房子是有很 就是很市場價 他沒有波動的 可是你看 這一戶莫名其妙 買下來給高環租42.1萬 一坪多5萬 100多坪差600萬 這600萬是因為急著要買 所以沒有回價空間 還是我這600萬多了 給原屋主拿來幹什麼 這很奇怪 沒有人這樣買房子的 急著買 然後一坪多600萬 買完後 左手買 右手租給高環的男朋友 而且租的時候 我還跟你說 只租套房就好 我不用整層租 5000多萬物件 有人這樣搞 你們太多怪事情了 我沒有什麼 我沒有什麼 從小裏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